各位錶迷你們好,今天是年初二,有些時間在家、放假 趁這個機會拿自己的錶出來說一說某些錶的議題 不知道大家看到這三隻錶就會想起甚麼 其實我特地選擇這三隻錶就是因為它們都有漸變式錶面 漸變式錶面 英文是怎樣稱呼呢?有幾種說法 一個叫做Gradient Dial,Gradient,即是漸變 還有另一個名字叫做Smoked Dial,即是煙燻面 其實亦有一個繁文名,不過現在中標界都很普遍 就是叫做Fu-Mai Fu-Mai其實英文亦是解Smoked,即是煙燻面就是Smoked,或是Fu-Mai 或是漸變式面,就是Gradient Dial 可能很多錶迷都以為這個漸變式面 都是現時的潮流輕 其實不是的,其實很久以前的手錶,即是七多年的手錶 它已經有這個設計 即是煙燻錶面的設計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之前的尋找引勢錶行 也有看過很多以前的錶,例如SEIKO、AROMA的手錶 其實它都有漸變式的面 也不是現在才有的 當然我們經常說古老當時興 現在這個潮流又回來了 或者讓我介紹一下煙燻錶面 而不是現在才有的 其實七多年已經開始有的 我印象中就是Zenith Zenith也是第一個 將煙燻錶放在錶面設計的牌子 當然到了現在 H.Mosa就很出名了 H.Mosa 其實我看過資料 H.Mosa 其實就是它叫了這個詞 就是Fu-Mai這個詞 即是用法文來講煙燻錶面 H.Mosa做到如何出生日化呢? 很簡單 它就是越出越多的煙燻或漸變式面 還以為後來它簡約到 連自己的Logo也沒有了 我給大家看看圖,它連Logo也沒有了 大家都知道是H.Mosa的手錶 可想而知它做這個漸變式面 已經做得很出色、很出色入化了 其實為何會有這種漸變式面的 錶出現呢?七多年出現 但為何會導致這個東西出鏈呢? 我看回資料 有可能是因為 也提到那些 Tropical Dial 例如Rollex Tropical Dial 本身是黑色的 因為濕水、潮濕、氣溫各方面的影響 令到它的錶面變成啡色 而且不僅是一個啡色 而是漸變的啡色 當然那些錶 售價可能是正常錶面的 不知好幾多倍 就是因為Tropical Dial 本身是一塊色的 但後來因為各種原因 因為太陽、濕度、濕度 令到它有不同漸變的顏色 在錶面上 所以亦都導致 之後 七多年開始 Zenifa和其他牌子 SEICO 都將這種設計擺在錶面 都是很時尚的設計 當時 現在亦是很時尚的 那為何 Gradient Dial 又會這麼流行呢? 例如我選擇三隻錶 這三隻錶 都已經是了 例如有Aurus Diver 65 Aurus 又不是隸屬於 Swatch Group 或是大賽團 它是獨立的牌子 這兩隻就隸屬 Swatch Group 這就是Middle Patronomy Automatic 這隻當然是Rado的Golden Horse 其實這兩隻就隸屬於同一個集團 為何這個漸變色面 現在又會重新興奮呢? 我想到幾個原因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就是 很簡單 之前也推出了很多不同顏色的手錶 例如近幾年的藍色 綠色 彩虹色 Rollex OP 又推出了一系列的顏色 正式的錶面 其實已經推出了很多 那你還有甚麼玩法呢? 當然有不同的玩法 其中一個玩法 就是用這種漸變色面 即使你買了一隻藍色 正藍色錶面的手錶 那你也可能會想買多一隻 這個藍色漸變色 譬如說這隻 Pantronomy的一個款式 挺漂亮的 雖然都是藍色 但又有些不同的 當然可以吸引到別人的注意力 還有標迷又會願意付錢去買 我想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 剛才也說了 HMOSA做得這麼突出 連Logo都沒有買 都吸引到大家的注意力 當然大家都會一起去考發一下 第三就是 現在復古潮 是非常之盛行的 復古潮 所以 我就覺得 因為你是復古 很多時候 就用回以前 例如剛才所說的70年代 這一種設計 放回在新手錶上 令新手錶有很強的復古感 所以 其實這三隻手錶 都是有復古設計的 它不單是這個 漸變式錶面 其實從它的 Size 和Dimension 譬如說 這兩隻都是40mm 這隻 還是更小 37mm 標徑 放在這些復古設計的手錶上 復刻的手錶 就更加配合 還有 我還覺得 雖然它的錶面 沒有特別的 例如AP Royal Oak 那些 紋理 或者Giluche 雖然它是2D 雖然它是2D 但有了漸變式這個效果 就 給多了一隻錶 3D的效果 令到錶面 設計更加豐富 這就是 我覺得 為何這些手錶 現在會很流行使用 Fumei Dial 漸變式免的原因 或者逐隻 看看 這隻 就是我很喜歡的 AORUS Diver 65 AORUS Diver 65 其實就出了很多不同的組合 多到 我都數不完 包括 用數字刻度 現在這些就沒有數字刻度 包括有 日力和沒有日力槍 包括是 Bronze 是銅 還是不是銅 皮帶還是鋼帶 總之 有很多選擇 我很喜歡這隻 其實是因為它沒有日力槍 顯得更加Vintage 更加復古味 我覺得 還有 這個漸變色 也很特別 是漸變灰面 通常都可以漸變藍 漸變綠 但漸變灰 譬如中間是 淺灰色 外面是深灰色 過渡到這個黑色的Bezil 大家就看到它的漸變效果 是的 而且它也是復古 所以它就是用這個 Aluminium Bezel 沒有特別用這個 Ceramic Bezel 這隻錶我真的很喜歡 簡簡單單 但它很吸引到別人的注意力 即是它用這個 綠色的夜光 黑度和紫針 再加上漸變灰面 真是一流 當然它防水是100米 100米當然現在 這隻也是防水手錶來的嗎 例如我 Piache Polo S 已經是100米防水 也沒有School Down Crown 它這個就有的 當然它做回復刻 或者復古的潛水手錶 我覺得100米都可以的 給大家看看 它有一個Pusher 可以打開 或者上修給大家看看 這隻也很棒 配合我這隻黑色的手套 它這隻 灰色 很漂亮 今天我的外套也是灰色 真是搭配得住 給大家看看 都很漂亮 其實我有個習慣 有時我睡覺都會戴著 錶 我很喜歡 用燈照一照 整晚你都會 看到它的 營光的小時刻度 有夜光的小時刻度 很清楚 就算晚上 你想看時間 都一目了然 這隻錶 我喜歡 它很纖薄 變成你平時戴 很舒服 上班戴 長袖襯衣裙 也很容易攪拌 這隻錶 就真的是 很棒 而且 我發現是很容易配襯 男士的衣服 不是黑就藍 不是藍就是灰 所以 對於男士來說非常容易配襯 或者又 不斷量量量量量 其實我剛才已講過 它的錶景 是40mm 40mm 剛才說很薄 厚度很薄,厚度是12.5mm 但大家不要忘記,大部份是來自拱起的 Sapphire Crystal 所以令它厚了一點,厚度很薄 這款非常棒 介紹完這款就介紹SWARCH的代表 其實我之前也介紹過,大家可以看我之前介紹的影片 所以這次會比較簡單 我很喜歡這款的設計,它完全不貴 這款是MIDO的Altomatic Multiple 其實我比較喜歡它沒有日力槍更好 不過算了,無所謂 現在的手錶,即使復古也會有日力槍 而且它很特別,大家看到它用法文寫著 這是墨博計 這是墨博計 即是度你30下墨博跳動所需的時間 外面這些數字都是配合墨博計 不是測速計 我覺得真的蠻特別的 我覺得因為不是很多手錶 有墨博計 所以令它感覺上很特別 而且它的指針好像針筒 我不知道是否配合墨博計 這個概念 而且我很喜歡它有些類似SATTER DAO的設計 數字都令它有很強的復古感覺 所以我也很喜歡這個手錶 測試一測,40mm錶徑 如果沒有記錯,40mm錶徑 厚度呢? 咦,跟剛才那隻差不多 這隻就12mm厚度 厚度 這隻,而且旁邊 我很喜歡它這個錶身設計 一看過就到了這個錶耳 就像一個Sandwich 上面有拱鏡 下面有這個Base 中間就有這個設計 當然它是復古的 又有這個拱起的藍寶石水晶錶鏡 就像剛才的AORUS DIVERS 65 剛才那隻就沒有做透底 這隻就有做透底 給大家看到它這個CALIBER 80 即是80小時動力儲備 它的鎖有些日內瓦直線打木 其他位置就沒有什麼 算了,它這個價錢真的太便宜了 所以我相信我都不可以太過評論它 我相信 當然最吸引我的當然是它的錶面設計 非常之正 又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我看過外國的錶瓶人 他們都很喜歡這隻手錶 簡簡單單,但它真的很吸引人的注意力 很有復古的味道 有這個特別的脈搏計 還有這個當然不可以忘記的 就是這個煙燻藍面 這個Gradient Blue Dial 大家看到它中間就淺色一點 去到外面外圍就深色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也有夜光的 數字黑度 再加指針也有夜光的 我覺得它配襯這條淺色一點的皮帶 效果真是不錯 它還有這個Stitch 其實這個原廠皮帶你有沒有換過的 這隻真的很有味道 果然是很有味道的 味道 這隻40mm 可能現在見慣了再小一點的手錶 真的覺得這隻手錶很大 不知道為甚麼 其實40mm 完全不大 最後就介紹這一個 最新的Rado 不是最新的手錶 不過這三隻就是最新的手錶 它也有這麼漂亮的 漸變色紅面 漸變藍和綠就比較常見 但漸變紅面比較少 其實這隻手錶 也不是農曆新年推出 其實也在之前推出 但現在 今天初染 拿出來 真是出奇地配合 又讀一下給大家看看 這隻是37mm 厚度 11mm 這隻很薄 比剛才那兩隻 當然 因為它的 錶徑已經小一點 所以它再薄一點 就配合一些比例 看看 叫做Golden Horse 所以它有兩隻 咀咀的海馬 這一個 它當年的設計也是這樣 還有它最有名的 十二時位置 是玉德 這一個設計 很特別 人家未必很清楚看到 但每次看時間 真的會會心微笑 而且我很喜歡它 通常我不喜歡日力槍 但它這個日力槍 它的數字是紅色 很配合它的撩 很配合它的漸變紅面 所以算了 這次任由它 這條皮帶也是原裝 黑色皮帶 我相信 配合紅色皮帶 是比較配的 不過會很 很銳 平日未必有這麼多機會 而且它的漸變紅面 延伸出去 這裏是黑色的 即是外圍 黑色的 接著再配合這個 黑色皮帶 好像又過渡得不錯 我也覺得可以的 這隻手錶 沒有做透底 這隻手錶 其實它也是用這個 SWARCHGROKE 80小時的機身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海馬在底部 有三隻 而且它是限量的 它寫著 1 out of 1957 因為它1957年 就是這個海馬 Rado海馬的第一次出現 所以它就限量1957隻 其實它還有其他配色 有綠色 其實每一隻都是限量1957 如果大家覺得紅色太鮮明 我不覺得 但如果大家覺得紅色太鮮明 其實你也可以考慮其他的漸變色面 又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這隻37mm 戴上我7吋的手腕 當然 就再滴色一點 不過我現在覺得 看慣了洗錶 其實又不是說真的洗得那麼緊要 它也有這個BOX FR CRYSTAL 拱起的藍寶石水晶錶鏡 所以這三隻都是走復古的路線 而不約而同地又用了漸變色的錶面 令到它的復古味更加強 所以這三隻錶我都很喜歡 這三隻錶都不是很舊的手錶 但它有了同一個設計概念 即是復古的手錶 而且用了漸變色的錶面 其實我把這三隻錶放出來 其實還有一個寓意 為甚麼呢 就是大家看到 左邊這兩隻錶 就是漸變灰面和漸變藍面 因為我覺得自從疫情開始之後 當然之前還有很多問題 大家的生活 都漸漸變得 又藍 又灰 各行各業都受到影響 就算你不是工作 就算是學生 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又停貨又網貨 有很大的影響 但大家看到最右邊這隻 就是漸變紅面的 我們始終 雖然有這麼多的困難 又風又藍 但我們都應該有盼望 因為無論是疫情或其他問題 都不會一直到永遠 所以我都很希望 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社會 我們所愛的香港 都會很有盼望 尤其在這個新年 都會變得更加紅 更加火熱 更加有盼望 那好吧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 這個 都說了20分鐘 這個分享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我拍片 如果還未訂閱 也麻煩大家訂閱 按讚和留言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支持 我都很喜歡介紹自己的手錶 介紹特別的議題 還有我都很喜歡出去 找很多隱世的標點 拍很多特別的手錶和型號 那好吧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集的分享 還有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樂 恭賀何新戲 苦苦生畏 OK 好吧 拜拜